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那么今年这个NBA的自由市场是已经开启超过24个小时了 联盟这个整体格局它变化不大 目前除了科华伦纳德暂时还没有消息之外 其他的大鱼基本上都是已经尘埃落定了 康卫最大的续约肯定就当属金州勇士队 与他们这个当家空位斯蒂芬库里 是达成了一份4年2015亿的巨额顶薪续约 这一纸合约也就意味着不出现什么意外情况的话 库里38岁之前都将在勇士队效力 也是极大很有可能会成为自从科比邓肯以及德克之后 21世纪第四位一人一成的顶级超级巨星 那么即便说未来几年库里再无法率队多的总冠军 或者是收割到最高的个人荣誉 那么凭借着过去为球队带来的这三座总冠军奖杯 以及这个至少18年的功龄 像退役球衣这种仪式的话 那肯定只是属于一个开胃菜了 建立雕像树碑立转那必然也都是不在话下的 我还听说旧金山的机场是有一条长廊 是属于一个叫什么湾区体育名人堂 这条长廊上也是挂着许多金装修的湾区体育明星的牌匾 我估摸着库里到之后也能够被摆上去 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库里在勇士的这些年能够取得大秀 荣誉无数 我认为首先得要感谢一个人 那就是名人堂教练唐尼尔森 我们说库里当初在选秀之前 他是一心想要去纽约尼克斯队的 他是拒绝了勇士国王等球队的视讯 然后在选秀业的时候 他的父亲戴尔库里也是去通知了 像灰熊森林郎这些个球队 叫他们不要选库里 然后当时时任勇士的主帅唐尼尔森 他还是慧眼识珠 在拥有蒙唐埃尼斯的情况之下 还是强行截护库里 并且是一上来就让库里担任了首发空位这个位置 搞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的双小后场组合 尽管说这一年最终战绩也不是十分出色 尼尔森教练也是因为身体原因 当时在主场的时候是挂着尿袋在指挥的 然后科场的话身体允许就去 不允许的话就直接让助教带罪了 但是他对于库里这个信任 以及蒙塔受伤之后 他对于库里的放权 也是让库里是迅速建立起了一个自信心 适应了联盟 将来库里入选明人堂的时候 如果说这位老爷子身体还硬朗 还健在的话 那么我也是希望老爷子到之后 能够以关门弟子引荐人的身份 到场祝贺一下 要说库里还有什么遗憾的话 那毫无疑问是没有拿到过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关于这个FMP的话 你要是单独拿出来 在这个真金白银的螺丝条款里面 他甚至还没有两次全明星首发值钱 但是你要真说放眼整个历史的话 FMP在正常的年份里面 就意味着是在总决赛带队获胜的人 那么库里的三次总冠军 我们说1718这两年 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总决赛杜兰特发挥是更为出色 更为强颜 也是屡有关键三分的输出 至于2015年这一次的话 其实我也是不止一次的说过 但凡评委势力正常 那么这个FMP就应该是库里的 但是如果说评委势力不正常的话 那其实也不应该给伊格达拉 即便说给伯古特 那我都能找出理由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三场比赛 勇士的之所以一比二落后 就是因为伯古特上场时间太多 伯古特被人打爆了 换上来的这个伊格达拉 斯贝茨 大卫里无论是谁 顶替伯古特 在场上都是可以赢分的 然后后三场比赛 伯古特就不上了 没有伯古特之后 对方这个莫斯科夫 他也就打得有点不知所措了 因为勇士队其他人 都有这个中远投能力 莫斯科夫他防不出去 他在场上 要么就是看着伊格达拉 进行空位三分投篮训练 要么就是防出去之后 收不回来了 被勇士队其他人 是轻松打到篮下 我们说那年 骑士队打球的人本身就少 没有可替换的功能性球员 也就是说后面三场比赛 伯古特不上场 等于就是来了个极限一换一 把对方这个内线屏障也给拆掉了 所以评委你竟然眼睛瞎都瞎了 为什么不把这个票 分给伯古特一票呢 但是我们话也说回来 库里这个FMAP 没有就是没有 我们也不能给他获代是吧 所以2015年这个FMAP 是让伊格达拉的历史地位 可以得以超过了卡龙巴特勒 但是对于库里而言 却失去了可以比肩大梦的这个机会 毕竟现实是残酷的 你没有那就是没有 就得矮人一头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